原本主要是承認 經濟不適合 做比賽 當有 OK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記錄到 real Asia最後一個應成了 一開始我一定好好的呼籲一下 Max提到了有關社群災熱這件事情 剛剛有很多地方提到 說真的 真要感謝的是我 因為Max 讓我有機會在Klan Asha 去了非常多的地方 當然對我來講 真的是非常刺激的旅程 他剛剛提到說 欸 待會兒一程是講中文 請大家好行 各位你知道嗎 以前他找我去的時候 我們到哪一個地方呢 說真的 真正要擔心的 絕對不是坐在台下的各位 真正要擔心的是站在台上 我到底要有什麼樣的語言講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2013年Klan Asha 在韓國的時候 欸 各位你知道嗎 那是我第一次到韓國欸 好 怎麼可以在韓國的面前留言對不對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一次呢 Max已經很早就跟我講說 我們要去韓國的Klan Asha的Conference 然後呢 去做一些Easy Go推動唱片的分享 那我在想說 這麼難得的機會 第一次到韓國 然後呢 又有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Session 剛剛呢 Max提到說 五分鐘的短假 你知道嗎 那是我第一次在韓國的演講 基本上呢 一開始的安排就是45分鐘 哇 各位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誰要緊張了 好 那你就知道這對我來講是多大的挑戰 所以呢 我從來沒有在我做演講之前呢 然後呢 花那麼多時間的準備簡報 你知道嗎 早在兩個月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這個演講 我也決定了我的題目了 然後呢 那個時候呢 我就很努力了 大概在一個多月之前 我就把我演講找逐字稿喔 錄中文喔 一個字一個字的全部都寫好 寫好了之後呢 當我已經寫好了之後 所以我當然囉 下一步一定是找一些英文比較好的朋友 因為Max太忙了 所以我沒有找Max 我是找Frank 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 昨天的有分享 就是有關於Librovis的那位Frank 然後呢 他大概在四十幾天之前 然後就幫我把中文稿都已經寫好了 我那時候就算好了 如果我去韓國之前 還有四十幾天吧 我的演講是四十幾分鐘 四十五分鐘 那我是不是一天 背一分鐘的演講稿 這樣子大概在演講之前 應該就可以搞定了喔 各位 我告訴大家 我想太多了 很多事情過了四十歲之後 不要說四十五分鐘的演講稿 四點五分鐘的演講稿都很難把它背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一直要到上飛機的時候 我跟Max講說Max完蛋了 你知道我那時候印出來的那個 英文的那個 那不是小抄 那是大抄 你知道嗎 厚厚的一點 十幾頁 我就跟Max講說Max完蛋了 我還沒有背起來 但是還是要上台啦 各位了解 你就知道這是什麼多麼刺激的一段旅程了 好 還好 我覺得Max很夠意思 他每次都幫我的議程呢 排在比較後面一點 讓我可以呢 見風轉過 有沒有 先觀察一下現場的情況 你知道嗎 我一到韓國之後 聽到韓國人講的英語之後 然後我就放心了 OK 我的意思是說頻率很接近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能夠了解的那個單字呢 還滿接近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反正也背不起來了嘛 所以就亂講一通 經過了那一次之後 我今年三月又是跟Frank 去參加那個Librobes Conference 我今年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城市 就是我在今年三月去參加Librobes Conference的時候 我一頁頭影片都沒有做 一直到那邊的時候 我在演講前一天才開始做 好 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我那份簡報怎麼做 為什麼我這麼大膽呢 因為我發覺我有做跟沒做是一樣的 好 所以有機會如果各位 你們要參與這些像剛剛Max提到的這些國際會議 如果你英文像Max一樣好了 那當然就問Max 英文演講要怎麼準備 OK 如果你的英文跟我一樣差了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來找我 怎麼樣用各位的破英文有沒有 做一場45分鐘的演講 那今天當然是用中文示範 好吧 今天用中文 所以沒有這樣的給他立考 所以接下來就進入我今天分享的主題 其實延續剛剛Max提到 每一次在投稿的時候 我也會去思考 到底我要用什麼樣的主題 然後呢 吸引大會來決定要不要採用這個主題 再次告訴大家 我想太多了 重要的 你不要認識Max 認識我們有沒有台會的一些社群朋友 他們有參與到這些社群的一些組織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黑箱作業的感覺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還是要很重要的一點 把這個主題先想好 我這一次在想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我還滿大膽的 因為說真的 我只是先想到 電腦教室的未來 一定要跟可樂有關啊 我只有想到這個哏而已 然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演講主題一定很早就要丟出來了 所以在丟出去之後 我就在開始想 天啊 這個內容 我要準備什麼樣的內容呢 特別是Max剛剛特別提到說 我們不是有一個Easy Go的計畫嗎 告訴各位一個秘密 Easy Go的計畫不是你們的No OK 所以你就知道我現在壓力有多大的 我要怎麼只要把這件事情圓回來 可是你看喔 我們現在的Easy Go的計畫 並不是Based on the GNOME OK 那我用到這個計畫裡面告訴大家 電腦教室未來 當然是GNOME INSIGHT 所以喔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 特別是Max一定會想說 我要如何把這件事情圓回來 好吧 那我們就從GNOME這幾個字來做文章好了 首先呢 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的內容 就圍繞在GNOME這一個單字 然後來跟各位做一下論述 這個論述某種程度也是跟各位分享 這些年來我在所謂的資訊教育 在電腦教室的資訊應用的推動上面 到底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跟GNOME有關 為什麼是GNOME INSIGHT 好不好 首先呢 第一個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G 這個G呢 OK 是GNOME GNOME 問一 第一個字 G 這個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說 我怎麼樣它這個G的意義 跟我今天的檢報的關聯性 會毫無疑問的 如果你是我 第一個G當然是給誰 GNOME啊 對不對 GNOME FIRST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當然只希望我們的電腦教室裡面 有沒有 打開來全部都是看到的都是GNOME 可不可以表情之道 我在講偉心之論的樣子 沒有一個人認同我的說法的樣子 好啦好啦 這個是我們開場 一定要跟GNOME有關啦 好不好 各位 你一定更想要知道的是 那我心裡面真正的 想要把這個G賦予什麼樣的意義呢 說真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真的很想賦予GNOME FIRST 但是目前完了沒有做到 所以我沒有資格用這一頁 所以呢 我真正的內心要跟各位講的是 現在當我沒有做到GNOME FIRST之前 至少我們先做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讓我這個G的定義重新開始 G 我現在能夠做到的就是 從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 就是General Public License FIRST 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跟各位談起 為什麼這麼說呢 當然喔 這個是跟授權有關 我們希望在台灣的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打開來了之後 當然看到的軟體都是公眾授權 當然GPL只不過是公眾授權軟體的代稱之一 對吧 我們希望的這個公眾 誒 有漢客嗎 誒誒誒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我剛剛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好 可不可以 好 那GNOME就GNOME GNOME也是GPL授權 對吧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剛剛的論述是這樣子的 我要告訴大家說 以前呢 我在電腦教室裡面 我們對電腦教室的定義 誰管它是什麼授權啊 反正呢 老師上課的時候 這個軟體不要非法就好了 反正呢 你會發現 在台灣我們只看到一個什麼觀點 正版跟盜版的觀點 對吧 你有沒有發現正版跟盜版的觀點 某種程度 這好像以資本家的思維 在看待台灣的資訊交流的應用 各位聽懂我現在跟各位表達的概念 可是呢 越想越不對 特別是我跟Max 參與了這麼多的一個國際的社群之後 你會發現大家在探討 你都不是正版盜版的問題耶 為什麼 因為在開源的世界裡面 所有軟體都是正版的不是嗎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學校的電腦教室的標語 總是告訴我們的學生說 欸 我們要支持正版 拒絕盜版 我也想要支持正版啦 我也不想要用盜版啦 可是 在學校你只告訴我 如果我認識的軟體 全部呢 都有非常昂貴的一個授權的情況之下 你說 我們是不是在照正版跟盜版的選擇上面卡關呢 我想要使用正版 但是我負擔不起這樣的軟體的情況之下 你又告訴我不能用盜版 那要用哪一種版本 我知道各位的表情 告訴我 破解版啦 難怪大家電腦能力那麼強 OK 當然喔 我們這邊當然不可以談所謂的破解版這個概念 所以呢 很重要的 我在第一件事情要跟各位聽到的是 其實我們希望在電腦教室的思維 先從版權的概念重新來思考起 這才是我們第一個看到的 那其實我現在跟各位談到的這個概念 並不是在否定其他的所謂的專利版權的價值 我今天在談的是要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順位的問題 我們應該先讓孩子們知道說 在軟體的授權上面 我們優先了解到公共資源的應用 當公共資源的應用我們了解了之後 當你有發現你有需要額外的需求 是專利軟體 專利版權軟體才有的 OK 該花錢的要花錢 就聽懂我的意思 所以這是我覺得在台灣的電腦教室 第一個我們應該要改變的一個思維 就是公共資源應用 當然喔 可能在這邊出現讓你們看到 原來這電腦的作業系統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除了專利版權的作業系統 Windows Mac之外 還有開源的作業系統不是嗎 可是你會發現 這一直以來都不是我們第一個選擇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未來我們當然是希望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選擇 當這樣一個選擇無法滿足各位的時候 OK 你想要花錢買Windows 你想要花錢買Mac 這個是大家自由的選擇不是嗎 但是在教育界 我們希望能夠讓公共安全的思維 First 好不好 好 這是我第一個 各位這樣還可以說得過去 你看我讓畫面一直停留在這裡 我不是停留在GPM 好 第二個我想要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N 等到我的N N呢 這個思維 我想要從哪一個角度 來跟各位做一個論述呢 我想到了跟電腦教室有關 這個N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概念 是這個概念 就是No more No more 可為什麼這樣的概念 一看就知道我英文會怎麼樣 N呢 男子只有這個 就是我們不要再談那些一般般 大家都知道的軟體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各位 因為我一直以來 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 有很多我們學校教的軟體 說真的 我們如果在學校沒有學好 我告訴大家 電腦補習班外面一堆也在教 如果我們今天在學校學到了軟體 就那學校沒有學到的補習班都有在教 那各位 那學校的意義 學校的價值跟補習班有什麼不同的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電腦補習班它最重要的 在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現在大家想學什麼 我就教什麼 哪個軟體任何我就教哪個不是嗎 各位了解 也因為在這樣一個思維之下 你會發現我們看到的 補習班的這些軟體 提到了所有的軟體的教育訓練 都是大家耳熟人詳的軟體 那我想要問大家的一件事情是 你覺得學校教育 一樣跟補習班一樣嗎 就是現在流行什麼 現在什麼軟體任何 我們就談那個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之前有一個話題 有一本書叫做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所以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就在想 如果補習班在談的是現在大家的需求 那學校呢 不就是為了要培養 未來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學生 畢業之後 他如何用這些諮詢科技的能力嗎 那各位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們用這個角度來出發 那你可以看到在整個資訊應用上面 有太多未來的可能性 那這個未來的可能性 還會只是一般般 我們所認識的這些軟體嗎 好 我不曉得這樣的一個概念 大家能夠理解 我所謂的 是不是跟各位的想像是一樣的呢 好 接下來呢 我想要跟各位介紹的 第三個 在Gnaud Inside 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事實上呢 在O這個概念呢 我想要跟各位談到的這個O 好 我相信在座的一定都猜到了 一定是跟Open有關嘛 那到底這Open有什麼樣的東西呢 這也是我會想要跟各位論述的一個觀點 這個O呢 我想要跟各位闡述的是O的N次方 怎麼說呢 從這個N次方的概念呢 我想要跟各位提到 事實上的跟Open有關的東西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 跟Open有關的思維有哪些呢 好 因為我們今天在這個現場 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conference 除了Open Source的概念 那到底我們在教育界 要從什麼樣的角度 來認識Open Source這樣的概念 我個人的思考是從這個級別 第一個 就是先從Open Content 這樣的一個概念談起 說真的 Open Source對一般人也太沉重了 就是你給我Open Source 給我所有的Source 我一直看不懂這些東西 跟我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呢 我們嘗試的讓這個Open的概念 能夠讓人家更容易接近 所以呢 在我的思維裡面 我希望大家先看到 網路上面有哪些Open的Content 這個Content呢 包含了所有我們看到的 學習的內容 當然喔 維基版課上面看到的是Open Content 我們看到很多網路上面 一些動畫或米教材 我們看到網路上面的公共版群的題目 比如說Open Clip Out 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Open Content的概念 還有我們看到非常多 跟七七授權有關的一些內容 那這些就是所謂Open Content的概念 但是我們發現到了 有這麼多一個Content 可是呢 這個Content呢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對應到一定的格式 那就太可惜了 我們的選擇就會受限制 所以認識了Open Content之後 那我覺得我們要認識的是一個OpenStandard這樣的概念 就拿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 如果你在網路上面呢 在網路上面找一些圖庫的資源 我們認識的Open Clip Out 是呢 我們從Open Clip Out的下載的圖檔 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 是SDG 你看SDG就是一個很好的格式 它就是一個Open的Standard 那這個標準裡頭 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式 就相當於我們在網路世界認識的HTML一樣的概念 OK 所以呢 在我的O的概念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從Open Content 認識到了OpenStandard 當然 如果順著我剛剛的脈絡 來跟各位做介紹的話 你會發現 我在Open Clip Out下載了一個圖檔 它的格式是開放的格式 是SDG的圖檔 下載了之後呢 然後呢 我要用什麼軟體來開 當然喔 接下來下一個Open的概念 非常重要的是跟什麼有關 當然是跟Open Tools有關 那這個時候就進入到了軟體應用的失誤了 當我今天有一個這麼棒的一個開放的素材 然後呢 它格式又是開放的格式 哇 太好了 我當然可以自由的選擇工具 來做一些相關的應用 可是你不覺得這樣子對大家都好嗎 當然 當然 如果你對自由軟體 SVG的編輯軟體 Inksgap的不熟悉的人 如果你現在使用的是Illustrator 你使用的是Cultural Fine 那是你的自由的選擇 但是不要忘了 至少在這個脈絡之下 我知道在網路上面的開放的資源 我們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應用的 OK 這個就是我在Gnome裡面的這個O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概念 好 看各位的表情 好像覺得我講太少的樣子 好啦 沒關係啦 之後要Open什麼東西 自己加 好不好 我只有想到三個Open而已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跟各位介紹的是第四個 第四個呢 我想要跟各位提到的這個M Gnome的這個M 這個M的一個概念 OK 我想要各位想到的什麼 各位 我知道沒有有講真的 沒有講理順 沒有人會理我 這是第一台 OK 我告訴大家 這個M呢 我的思維是這樣子的 好 OK 各位 腦海裡面 千萬不要再Microsoft了 我知道那個是跟M有關 當然也跟Money無關啦 那到底我這個M呢 是跟什麼有關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這個M呢 是跟兩個M的概念有關 M and M 各位的表情好像馬上想到了什麼 當然不是這個啦 OK 不是這個 我提到的N N是哪個 哪兩個N呢 首先 我要來跟各位介紹的 第一個N 就是Mathable 好 各位 我所謂Mathable的概念呢 某種程度也是呼應 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一個工具的應用 工具的選擇 你不覺得我們在電腦教室裡面的應用 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用什麼樣的思維 在看待電腦教室軟體的簡直 除了我剛剛從一個版權的觀念 跟各位談起之外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以電腦老師的角度 電腦老師的觀點 然後來建置我們的電腦教室的環境嗎 比如說在這間電腦教室裡面 我們要上什麼課 上什麼課就裝什麼軟體了 這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但是我覺得非常可惜的是 你不覺得嗎 在學校的環境建置裡面 電腦教室基本上它的建置成本 可跟一般電腦教室不一樣 既然我們已經 統治了那麼多的硬體跟軟體的設備 建置了一個這樣的一個電腦教室的環境 然後電腦打開來 就只有我們經常看到那幾個 那不就我剛剛說的 都是非常normal的軟體 對孩子們 對學生而言 這些軟體 它就算你學校沒有介紹 說真的 他們還是接觸得到 所以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們如何讓電腦教室 變成是一個多元的公共資源的分享平台 讓孩子們呢 讓學生電腦教室打開來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公共安全的教育資源 而這個軟體呢 不會只有說 因為老師有教才我安裝 各位都什麼時代了 你知道為什麼以前 我們的電腦教室裝的軟體 盡可能的老師有教了才安裝嗎 各位 我相信各位可以想出幾個原因 第二原因 學校沒有買授權 當然不能夠裝 OK 就是剛剛的問題 當我們的軟體應用的思維 只有想到授權 沒有買到授權當然不會安裝 你不覺得這很可笑嗎 有很多軟體 它是公共授權的 好 這是第一個關卡 第二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是版權觀念的思維 第二個呢 就是我剛剛的教育的思維 我今天呢 如果學校老師沒有教這個課 我幹嘛裝這個軟體 毫無疑問了 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在Windows的世界怎麼樣呢 軟體安裝的越多 開機越怎麼樣 滿不慢的 各位 這個答案好像大家都知道了 甚至大家都已經知道 都懶得講 對不對 各位 這麼無奈的事情 我們已經用那麼久了 以至於我們現在在軟體的世界裡面 能夠不要裝的就不要裝了 可是不對啊 我們多麼希望孩子們 我們多麼希望學生走到電腦教室的時候 打開來就知道 蛤 原來數學領域有數學軟體 物理領域有物理軟體 然後呢 化學領域有化學軟體 好 看各位的表情 我想太多了 雖然我剛剛講都是跟教育有關 他不講教育類的東西 我們多麼期待 在電腦教室打開來 在他認識會生會引之前 他就知道說 原來有一個東西叫做OpenShot 原來有一個軟體叫OpenLife 當然我們很希望電腦教室 電腦打開來 在大家沒有認識 什麼是3D Max 什麼是Maya之前 欸 怎麼電腦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Brain的 它可以做3D動畫 各位聽懂我現在跟各位表達的概念嗎 我們希望這些軟體 不是因為我們要教大家 才讓大家知道這些軟體的存在 我們希望讓各位了解 在你還沒有認識這個軟體之前 它就已經存在了 我們希望各位電腦打開來 在教室裡面 就算你沒事做的時候 你隨便都會按 都會看到一些 你會覺得出其不義的軟體 這就是我們希望電腦教室 能夠在整個應用的思維上面 跳脫老師教什麼課 才裝什麼軟體的思維 好 我希望這樣一個思維 大家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 這是我提到的第一個M Multiple的概念 因為只有用這樣一個思維 才可以讓我們的電腦教室的應用 不再只是電腦老師的事了 聽懂我現在跟各位提到的概念 因為如果一直以來電腦教室是誰在上課 當然是電腦老師啊 電腦老師裝的不就是那幾個軟體 那我從國小國中到現在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 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 一定會用到軟體 當然是Wegos 當然是Wordet 也是有PowerPoint的 我知道 這個是非常ROMO的一個概念 那跳脫這樣一個思維呢 如果用一個Multiple的概念呢 我更多元的選擇是什麼 A 你們希望呢 能夠在電腦教室找到這個A 下一個呢 我想要跟各位提到的A 是哪一個呢 是Majority 其實這個Majority 我不曉得這個單字 欸 當然啦 各位我英文沒有很好 所以你看我都只有記單字 OK 這個單字我不曉得各位想到了什麼 這個應該就是指的是大部分 對不對 好 OK 那我到底用什麼角度來談呢 其實我一跟各位提到 Majority這樣的一個概念是這樣子 基本上呢 會跟這個詞有關 是因為這些年來 我感受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概念 就是 給你們發現 從小到大 我們的資訊應用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除了辦公室應用之外 還有一個主題是跟設計有關 對吧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從你念書以來 你接觸過的設計軟體有哪些 欸 Sorry 還不小心燙到 請問一下各位 你們接觸的設計軟體有哪些 請問不要跟我說小畫家 OK 我知道小畫家到現在都還沒有長大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在軟體世界裡面 有關設計 最有名的軟體是什麼 Photoshop跟Elitreter 各位你知道嗎 Photoshop跟Elitreter 在我心目中是什麼樣的地位 你知道嗎 我跟各位講 就像法拉利跟寶石器 各位你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地位嗎 OK 我這麼跟各位講 我今天為什麼從一個Majority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看到 我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家裡面有法拉利跟寶石器的人 各位取一下子 哇 各位 你看就知道 這不是大到多數人可以擁有的啊 各位聽懂我現在在跟各位表達的概念 那這件事情跟Photoshop跟Elitreter 有什麼關係呢 好了 這個時候我就要跟各位說了 在座的各位 你在學校是念設計相關科系的 你會取一下子 設計相關科系的喔 OK 好 各位你們跟我一樣 我們都不是學設計的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如果你是學設計的 設計相關科系的同學 我告訴你 該學Photoshop 該學Elitreter 那就要學啊 沒有辦法 這是業界現在主流的軟體 各位 什麼是主流軟體 什麼是非主流軟體 OK 說真的 在教育的思維裡面 我猜不管什麼主流非主流 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是嗎 好啦 那這個時候我問一下各位 我剛剛說了 如果你是設計科技的同學 當然該學Photoshop 該學Elitreter 在我的觀念裡面 那就學啊 可是各位別忘了 那如果你是非設計相關科系的同學 你也要處理設計的問題呢 我到底用什麼軟體 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從一個比例上面來看了 我問一下各位 就你念書的過程當中 隨便一所大學好了 請問一下大家 在你的印象裡面 臺灣的各個大學的平均喔 設計相關科系的同學 比例大概多少 超過一半嗎 怎麼可能超過一半是設計科系的 你看我現場 剛剛一調查 幾乎都沒有學設計的 好不好 算個兩成好不好 好啦 算個一成好不好 那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不管是一成也好 兩成也好 三成也好 至少我們知道 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以設計為生 以設計為主的同學吧 各位聽懂我的概念 學設計的人 該學Motorshop 該學羽辣椎 就去學啊 那如果你不是設計相關科系的同學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人才是大多數的 但是這些人 你要讓他們用什麼樣的工具 來解決設計上面的問題 各位聽懂我現在跟各位 談的一個概念 為什麼我剛剛說 我把Motorshop跟羽辣椎的 把它比喻成像 法拉利跟寶石捷 原因就在這裡 你不覺得有很多的商業軟體 我們從小聽到大 但是我們卻不曾游有過 就像我剛剛說的Photoshop Illar Trader Sandy Max Maya AutoCAD 這些軟體我們從小到大都耳熟能詳 就像法拉利跟寶石捷 我們大家都可以說得出來 但是說真的 誰真正游有過它 不要忘了 對我們而言 我只不過是要一個代步工具 聽懂我現在跟各位表達的概念 所以對大多數人而言 說真的 什麼軟體對各位才是好的軟體 各位不要忘了 能夠解決你眼前問題的軟體 才是好的軟體啊 如果你手邊有Photoshop 以達Trader fine 這個當然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可是我現在提的是 那如果你的手邊沒有Photoshop 沒有以達Trader的情況之下 你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這不就是大多數人 應該關係到的 資訊教育的議題嗎 因為大多數人 當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如何解決 我們卻沒有一個課程 在告訴大家這些事情 OK 好啦 各位表情 我知道我想太多了 因為對很多人而言 還是要學Photoshop 還是要學以達Trader 為了跟業界接過 各位 想一想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的工作不是以Photoshop 以以達Trader為生的情況之下 你只不過是偶爾 需要用到一個軟體 來解決各位設計上面的問題 你的選擇是什麼 OK 我知道了 破解版的 破解版的 Photoshop 好啦 開玩笑 好啦 我當然知道 現在還有非常非常多的 雲端的解決方案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在我的思維裡面 很多人在看待自由軟體 會有這樣一個思維 黑貓白貓 能夠抓老鼠的 才是好貓嘛 對不對 我管它是哪個軟體 其實我現在也不是要跟各位談說 今天我們非得用開源的軟體 自由軟體不可 其實我告訴大家 這在教育上面是一個順位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孩子們 在了解到問題的一開始的時候 優先的解決方案是怎麼樣 當然在我的思維裡面 我當然是希望 我們先學會了 怎麼樣用公共資源來解決問題 當公共資源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時候 各位 開花錢還是要花錢啊 各位已經懂我的概念了 而這個概念呢 我想要跟各位談的是 各位 你會發現一直以來我們的軟體思維 還是太現實的在看待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欸 這個軟體很高檔 這個軟體呢 大家很有知名度 我們才學這個軟體 可是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從一個務實的角度 好不好 我剛剛提到的法拉利跟寶神節 大家都知道 每一個人都希望擁有它 雖然大家都不是擁有它 可是如果就一個代步工具的角度而言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大眾運輸工具啊 所以各位以這樣一個思維 以這樣的脈絡看下來的話 我問一下各位 軟體界的大眾運輸工具在哪裡 軟體界的捷運 軟體界的高鐵 軟體界的火車在哪裡 各位 這不就是開源軟體 自由軟體開放原始碼 這些軟體在做的事情嗎 所以從這個app呢 我想要告訴大家 對大多數人而言 需要的就是什麼 一個可以 只要你需要 它可以立即擁有的東西 而這個概念呢 就是一個軟體應用公共化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呢 就整個計畫裡面 就像剛剛那次提到的 我們有一個easy go的計畫 延續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把整個 剛剛提到 G-N-O-N-E 最後我們就進入到了最後的原因 因為有剛剛那樣前提的思維 所以我們進入到了這個e的概念呢 基本上這個e 對啦 也是這個e沒有錯啦 但是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我這個e當然會帶到什麼e呢 當然是easy go的e 而這個e呢 基本上你會發現 我們刻意的用小鞋 我不曉得有沒有知道 為什麼用小鞋來做 我們這個easy go的計畫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各位有看到下面有一條線嗎 其實下面這一條線代表就是什麼 一個巨人的肩膀這樣的概念 其實在我們的計畫裡面 我們的想像是 其實我們是很渺小的 我們今天會有這個計畫 是因為有巨人讓我們靠 所以我們今天站在巨人的肩膀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在這個基礎下 看到更多的一些應用 說真的 我們多麼希望 我們這個計畫也可以based on 跟到我們這個巨人 當然我們知道在這裡面 我們已經有用到非常多的一些資源 是來自於開源的計畫 所以我們整個easy go的計畫 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各位談 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OK 那接下來呢 我就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 我怎麼覺得我要先來賣腰的 講到這個地方 然後告訴大家 所以我做了哪些事情 好 那剛剛我已經講了 G-N-O-N-E 這五個單字 在跟到insight這樣的概念裡面 做一個串連 那我現在就展示給大家看 我剛剛提到的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就適當的把畫面放大好了 這個就是剛剛max提到的 整個easy go的計畫 我們所呈現的一個內容 那我把這個內容呢 OK 我把這個畫面呢 縮小 快速讓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的整個應用 OK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呢 在整個easy go的計畫裡面呢 我們就嘗試做一件事情 嘗試做什麼事情呢 欸 全世界有這麼多的國家 每一個國家都在關心教育 台灣也很關心教育 我們也很關心教育啊 那我們就在思考 大家都在關心教育的情況之下 那不同的國家 那他們的電腦教室 裡面安裝的軟體 難道也跟台灣一樣嗎 欸 我們發現不同的國家 我們收集來的時候 發現不同的國家 然後呢 不同的電腦教室 我們看到了不同的軟體 所以我們盡可能呢 嘗試了去全世界 去收集這一類公共這些軟體 特別是只要這些軟體 是公共滿全的 授權的 我們就把它收到我們的計畫 哇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收的這些計畫裡面 我們有做了一個分類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分類包含辦公 然後呢 美術設計 影音媒體 然後網際網路益智遊戲 然後交入學習 每一個分類裡面呢 你會發現 我們嘗試做一件事情 讓所有的軟體名稱呢 在前面都有一個標示 各位可以了解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的這些軟體 我們都可以看到 前面的一個標示 跟註解 目的呢 就是 你不知道這軟體是什麼 但是你看到前面那幾個字 大概就知道這軟體在幹嘛的吧 可以嗎 這也是我們希望呢 讓大家看到 如果我們今天的電腦教室 打開來就可以看到 這些軟體該如何 這些軟體包含哪些呢 好 根據我們這一些年來的收集 我們看到這些軟體 我們目前收入了有 辦公室的軟體呢 這邊有二十幾個 包含了整個LibreOffice 欸 各位 不要懷疑 我剛剛那一份簡報 那一份投影片 當然不是用PowerPoint的做的 我剛剛那一份簡報 那一份投影片 用的就是這個軟體 Ebrace 所做的簡報 好啦 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辦公室軟體 我們有收入了 還有這些 X-Mine Dia Planer 還有電子書的相關應用 甚至是PDF的相關應用類的軟體 OK 好 那這裡就不跟各位多說 哇 這裡不就二十幾個了嗎 還有哪些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美術設計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剛剛提到的小畫家 我們這邊也有 對不對 OK 但是小名不一樣就是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有底刷繪圖 這個類似Painter的軟體 然後呢 這是類似GIMP 說真的 我非常不想要告訴大家 這是類似GIMP的軟體 這是類似Inkscape的軟體 我們不會那麼希望 未來你們的教育 有一天 當老師在介紹什麼是Photoshop 什麼是Illustrator的時候 是告訴學生說 欸 同學你們看到的Photoshop 這是類似GIMP的軟體 同學你看到你拿吹的 這是類似Inkscape的軟體 我告訴大家 那就表示我們國家的 開源的加入訓練成功的一天 這是我的私心 我的想法 好啦 各位可以看到 這些軟體呢 你可以看到還有這些 當然還包含2D自主 3D自主 甚至呢 是我們看到的Brander 這個軟體 OK 好 各位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軟體 如果各位有看好萊塢電影的話 製作人2的電影 然後呢 它裡面有特效 竟然是用這個軟體來製作的 OK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哪些呢 好 影音媒體 影音媒體呢 OK 這是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如果在台灣 我們影片剪輯 只有想到會生會議 只有想到威力導演 OK 各位你覺得 這樣子對大家是好的嗎 當我沒有會生會議 沒有威力導演 我的選擇是什麼 就在這裡啊 有Open Shot 有Canon Life 對於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大家根本不曉得這些軟體的存在 第二個 當我現在告訴大家了 下一個問題是 外面補習班又沒有在教 出版社又沒有在寫這類的書 所以你就知道 學校教育界的角度多麼的重要 我怎麼樣讓我今天的資訊教育 不是圍繞在熱門軟體的教育 而是一個公共資源應用的教育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哪些軟體 哇 桌面錄製啊 還有閱讀 各位 請記得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資訊教育不應該只是電腦老師的事 電腦教室開什麼課 然後呢 就指望哪些軟體 各位去思考一下 哪一個電腦老師上課 沒事會開音樂軟體 來教大家做音樂的 但是我們總希望 有一兩個學生對音樂有興趣 然後手癢 有沒有 這電腦教室反正就到處亂按 欸 突然間看到 我們這邊竟然有音樂類的軟體 如果你對鋼琴 對吉他 對爵士鼓的應用有興趣 這裡都已經收入進來了 好 細節我就不跟各位多說了 甚至有非常多的音樂製作的軟體 在這邊都有了 這不就是回到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嗎 如果我們今天是站在一個 電腦老師的角度 我們是不可能安裝這些軟體 在我們的電腦教室的 可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我們的電腦教室 是一個資訊應用的 分享的一個平台 讓孩子們知道說 哇 原來全世界有這些跟教育 跟同學的相關的一些軟體 然後呢 這些軟體呢 走進電腦教室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各位 如果你國小 國中 高中 就已經接觸過這些軟體 那你說你還會對這些軟體陌生嗎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我們怎麼樣讓這些軟體 預設就安裝在電腦教室裡面 好啦 各位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呢 除了音樂類之外 還有影音媒體 影音媒體之外 還有網際網路 異智遊戲 OK 好 我知道平板 社會心手機裡面的遊戲更多 就不跟各位多說了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呢 我們還有收入了教育學習類的軟體 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呢 從六教類的軟體 從這個軟體 你可以看到 一個軟體裡面 就已經包含了100多個軟體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哇 這裡面的各項應用 我就不跟各位多說了 你可以看到 我們從幼稚園裡面的 每一個軟體的延伸應用 然後一直到各個領域的應用 各位 你可以看到 在教育學習裡面呢 除了幼教類軟體 我們還收入了這麼多軟體 還包含哪些呢 OK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這個軟體教育一些學習 有關於教育學習類 你可以看到 這裡我們還有其他的 跟語言學習有關的軟體 還有跟天文有關的 跟地理有關 跟數學有關 跟統計有關 跟化學有關 OK 當然更重要的 我們在教育應用類 我們還收入了 剛剛跟各位提到 我們看到了 國際間有非常多的軟體的計畫 它背後不是商業公司欸 背後呢 是一些非營利的組織 比如說 我們呢 在幾年前 我們收入了一個計畫 叫PHET 好 各位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欸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計畫裡面呢 這是一個 諾貝爾獎得主的計畫 這是美國科羅拉波大學的計畫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計畫裡面 各位發現了什麼 這裡面呢 充斥的非常多 都是我們在電腦教室 沒有想到它會出現的 包含你看 物理 生物 化學 地球 科學 還有數學 一年幾來區分呢 你會看到還包含了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OK 各位 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讓台灣的電腦教室 就是一個像這個 國際間這些開放資源的平台的話 哇 你有沒有發現 馬上呢 我們在教育界 我們在學校 看到的電腦教室 它的定位 將馬上呢 在普希丹的電腦教室裡面 馬上有很大的一個區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整個思考脈絡 我們剛剛呢 跟各位介紹 在整個軟體的收入上面 我們從辦公 從美術設計 從影音媒體 從網際網路 一直到教育學習 各位有沒有超過一百多個軟體 有嗎 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一百多個軟體 跟各位分享怎麼分享 呃 好吧 各位把紙跟筆拿出來抄吧 好 各位 你不覺得這樣也太那個吧 太沒有誠意了 各位都知道 在Windows的思維裡面 我要跟各位分享 這一百多個軟體 為什麼跟各位分享 毫無疑問的 我的分享方式 我只能夠把這一執行檔告訴大家 你去怎麼哪裡下載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下載的人 好吧 我好心一點 Call給大家好不好 你回到家裡面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每一個軟體快點兩下 然後呢 安裝 然後呢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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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各位 一百個軟體在Windows裡面安裝起來 這是一個什麼樣災難的事情 各位 這不是災難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蠢的一些事情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欸 軟體安裝的越多 開機越慢 所以沒有人會嘗試著 在Windows安裝這麼軟體 這麼多的軟體 可是大家都知道 在開源的系統裡面 等到你是 KDE 也是 LSD 也是 這些呢 作業系統非常棒的是 都有所謂的Live USD Live DVD的製作的一個方式 這些我們只要把它做成一個ISO檔 在座的各位 在開源的世界 如果你有嘗試的有使用過 Knon的作業系統 你就知道了 當你有一支水晶碟 你有一個ISO檔 你只要透過USD製作的一個軟體 你做了一支水晶碟 影業就可以包含整個系統 還有這麼多的作業 定用軟體 當你把這個水晶碟插到電腦裡頭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電腦 就可以跟我的電腦一樣 OK 我這邊可以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在今天之前 你有使用過Live USB 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來使用電腦的 有用過拿來的一支水晶碟插到電腦 然後用電腦打開來 就有Knon的作業系統 還包含了很多的自由軟體 曾經用USD來開經過的 可不可以取一下手 然後 OK OK 各位可以放下來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如果平常我們不是在這樣一場合 你或你的朋友 知道我剛說那件事情的人 我相信我們的調查的結果 剛好出乎我們現在想像之外 OK 現在最大的問題 不是要告訴大家電腦都要怎麼用 現在當務之急我們看到為什麼 大家不知道原來電腦可以這麼使用 各位 那這就是為什麼呢 我剛剛那邊跟各位提到 我們很期待呢 我們在整個資訊教育的推動上面 能夠用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的資訊教育裡面 不再只是用一個一般般的概念 不再只是用商業軟體的思維 來看看我們電腦教室環體的建設 所以回到我今天這個題目的主題 各位 我應該很切題吧 OK 我剛剛跟各位提到電腦教室的未來 我提到了GNOME 這幾個字 INSIGHT 應該還滿符合我們今天跟各位提到的這個重點吧 當然 就像我剛剛說的 目前我們只能夠做到INSIGHT 但是目前GNOME還沒有在EasyGo裡面 INSIGHT 所以再次告訴大家 非常非常期待 未來在EasyGo的開發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很希望 剛剛提到這樣的概念 能夠在EasyGo打開來之後 也可以看到GNOME INSIGHT 好不好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OK 我就問好了 你是從台灣來的嗎? 通常會舉手應該是台灣來的 好,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這樣子教授給小朋友有用 通常都會,我相信很多老師啦 或是負責委屋的同事 應該也會,譬如說 非常會,玩壞掉啊,什麼的 那如果玩壞掉的話 一般這樣子會怎麼處理這樣? 玩壞掉的不是都叫廠商嗎? 開玩笑 各位你知道嗎?我非常感動的是 有一些支持EZGO計畫的老師 你知道他們怎麼樣教孩子嗎? 開學的第一天,發光碟片給孩子們 當然現在比較進步的啊 有的老師愛弄水深碟 好,上課是不是? 好,自己去拿一張光碟片 然後自己用光碟開機 各位,我問一下大家 這會有電腦玩壞掉的時候嗎? 壞掉只有硬體壞掉 只有光碟片壞掉 裡面的東西是不可能壞掉的 各位聽說我現在跟各位表達的一個概念 原來電腦可以這樣子去使用 可是說真的,在台灣太少人知道了 你看剛剛舉手的這一波 各位,我們等於是一個同胞的聚會 你可以了解到 我們現在好像也是一個某種程度的BOF 各位,可是呢 像台灣知道這樣子應用軟體的人有多少? 當然,這是非常的要少 這就是為什麼要讓他從小米街談起 所以你剛剛提到的 我剛剛的回答也是事實 你不覺得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自由軟體可以這麼使用的情況下 Windows壞掉了重貫啊 重貫就是炒廠商啊 為什麼?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呢 違反還給我們光碟片欸 現在你買電腦 它有給你光碟片嗎? 你要自己想辦法 要不然的話就又送 把機器送回原廠去修 然後呢,當然就要再收費了 可是各位,如果我們今天用的是自由軟體呢? 你要有幾張光碟片 你可以燒幾張就有幾張 對不對? 各位聽著我們現在會表達的概念 你會發現到 商業軟體的問題就是 我們就要依賴它的服務了 可是你會發現到 如果我們今天的教育呢 從開放資源應用的角度來思考 我們要學會的 不是去使用那張光碟片 不是說要找哪一家廠商 我們要學會的是 原來在電腦世界的運作原理是怎麼樣 我可以跟全世界的人 一起來解決電腦的問題 而不是我非得依賴某一個廠商 才能夠解決電腦的問題 OK 好,不好意思 我講太多了 當然我這麼講 大家就不敢再問問題了 好,我待會呢 又回答更多 OK 好了,沒關係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待會都可以試一下討論 但記得喔 我剛剛講的是 真的,我很期待 未來現在Easygo是第14的版本 我也跟Max一直提到 Easygo不是什麼太偉大的計畫 我們只不過是把全世界這麼多 這麼棒的一些開運軟體收集起來 我們一直很期待 Easygo它的重點不是一個軟體 而是一個精神 我們這個精神 出發點就一個 我們希望讓更多人 了解到 怎麼樣透過這樣的一個計畫 直到怎樣去享受 這些開運軟體 自由的軟體 好不好 OK 好,有興趣 我們待會再試一下來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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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